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半途而废 战国时代在河南 有一个人名叫岳亚 他娶了一位知书达理的妇人做妻子 有一天 他在路上捡到了一块金子 就拿回家交给妻子 他的妻子说 这块金子来历不明 你怎么拿回来呢 岳阳只好把这个金子还到原处 后来岳阳到别的国家去拜师求学 过了一年 遇到一些难处 他就回来了 他的妻子正在直步 见他突然的回来 就问他说 你学业完成了吗 他回答说 没有 但我很想你 所以我就回来了 他的妻子就拿起一把剪刀 把直步机上这些的线都剪断了 他的妻子说 这些禅丝都连在一起 剪断以后就前功尽弃 你在外求学 日积月累的盐砖 如果中途而废 如果中途而废 岂不就如直步机上剪断的禅师一般 岳阳听了以后很惭愧 他就重新外出求学 一直到学成了才归来 最后他得到了 魏文宏的重用 成就了一番事业 我们做事情最怕就是半途而废 前功尽弃 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 十有八九 问题不是能不能 而是肯不肯 我们虽然不能够改变周遭的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环境的看法 好比驾驶帆船的人 虽然不能够改变风的方向 却能够改变帆的方向 立风照样能够前行 放弃是对暂时之困难的永久解决办法 如果你存心要赢 那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如果你未存心要赢 那就已经输了一半 什么是基督徒的决心 就是坚信神的旨意 如果是神的旨意 事情一定会成功 保罗他坚信福音 一定要传到外邦人中 虽然当时有许多教会的领袖 认为信徒必须要遵守旧约的律法 就对保罗再三的阻扰 但是福音还是借着保罗 传遍了地中海的沿岸 因为他相信神的旨意 是不能被拦阻的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 付出了很多的关怀 花了很多的精力 费了许多的唇舌 好像只有一点的果效 但是对方又突然冷淡下来 那时候我们难免会灰心 我们对自己说 算了吧 他反正不会信 其实这个正是一个决定性的关头 对方已经感觉到信仰的重要性 只差圣灵一把火烧到他 白米的晒跑的胜负 往往决定在最后的一秒钟 如果我们坚信神要拯救他 对方就一定会得救的 半途而废是最可惜的事情 只有认定成功在望的人 才会见到成功 愿神祝福你 谢谢 关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